大家好,我是真理大學官方式學系,系主任的李永棠 我們系的一個課程架構的語言為主 語言的部分主要著重英文還有日文 通常一年級到四年級都要上英文跟日文 那因為最近韓國的語言也蠻流行 所以我們系也會有一些韓語的課程 那另外因為觀光產業是國際趨勢 也是台灣的一個趨勢 所以我們系上規劃的課程 其實是觀光旅遊分成兩個模組 一個是觀光旅遊,一個是參旅管理 也就是說同學如果對於參旅也感興趣的話 其實也可以優先選擇這個觀光世界學系 因為我們也是有參旅的課程 那觀光旅遊的課程就其實蠻廣的 包括當然觀光學啊 然後觀光旅遊地理啊 還有一些旅遊文化啊 還有一些領隊導遊啊 航空定位啊 因為我們系其實也可以走航空方面的 所以航空的課程我們都包括在旅遊的這個模組裡面 那參旅的部分呢 我們會有一些基本的概念的課程 觀光旅遊課程的部分呢 主要就是像觀光旅遊地理 旅運經營學 領團職能技巧 還會修一些遊程規劃與設計 因為有航空的部分啊 所以我們會有一些航空業務管理 航空定位系統 類似這些課程 那參旅的部分呢 我們會有最基本的當然是 餐旅概論 那接著當然會上一些 客房管理與食物啊 會有一些比如說 餐飲衛生與安全管理啊 有飲料學啊 中餐西餐烘培課程啊 等等 相信這些同學應該都會感興趣 基本上其實旅遊跟生活是相當的密切的結合啦 其實在生活的過程當中都可以創造旅遊啦 比如說跟家裡人出去玩啊 那也許同學可以試圖的 幫父母親自行安排 或是共同安排一些旅遊的行程 還有旅遊的景點 時間的規劃 停留的時間 甚至 透過這些東西 每個景點 你為什麼要去那邊 它是不是有一些 它今天成為重要景點的原因 其實可以去思考 甚至你到那個地方可以去觀察 為什麼這個地方 會吸引這麼多觀光客 那 這個是 可以去 藉由這種方面去學習到很多 未來進入觀光系之後 我們就是在學習這些東西 那這是旅遊的部分 那 餐旅管理的部分呢 其實 它就分成旅館跟餐廳 包括搬遊啊 或是家庭旅遊 或是畢業旅行 其實你們可以透過網路 或是透過其他的管道 那 呃 比如說旅館的資訊 還有餐廳的資訊 那 呃 到時候到這些地方去的時候 再做一些比對 就可以了解 為什麼 安排在這些地方住宿 跟這裡 享用美食 有什麼差距 那 甚至在享用美食的過程當中 也可以去觀察 呃 這一些 美食的菜色 甚至觀察 服務人員的一個禮 呃 甚至 有機會就可以到內場去看看 這些 內場的工作人員 在做些什麼 呃 然後 飯店的部分也是 因為飯店 其實 呃 我們戲出來很多也會 做飯店的接待 那 你就可以了解 欸 這些接待人員在 應對 進退 也許你進到飯店的時候 你 呃 看到有什麼一些狀況 呃 然後 可以跟櫃檯人員做一些溝通 觀察他們的一個 反應應變的一個狀況 其實這個都是未來 呃 進入觀光系 所要學習的一個 東西 好 我想這個 呃 因為觀光系比較偏下來服務業嘛 所以第一個 呃 當然就是服務的熱忱 因為 呃 呃 這個 對於 很多的顧客 呃 我們來自四面八方 那各種種族 呃 各種年齡層 其實你都要去思考 呃 你對不同的年齡層的人 呃 不同種族的人 呃 其實 你 必須去 呃 呃 從他們的角度 呃 用心去思考 他們可能需要的是什麼 所以 基本上這個服務熱忱 我覺得是蠻重要的 那第二個就是 呃 要有自信心 因為 呃 你在假設你今天是 呃 呃 領隊或導遊 你在帶團的時候 一定要相當的自信心 跟 口才能力 基本上 大家都出國過嘛 也跟過一些 呃 團一起出國去旅遊嘛 那這些領隊人員跟導遊人員 他的整個帶的過程 遇到緊急狀況 他的應變的處理 其實會影響整個團員的心情 包括空服人員也是啊 如果今天真的發生了事情的時候 其實空服人員要非常的冷靜 這樣子才能夠處理 臨時的危機的一個狀況 所以 這幾個條件都是必備的 然後我覺得最主要最重要的就是說 投入這個觀光旅遊這個行業 一定要喜歡 四處旅行 因為你有可能 如果是當領隊或導遊 有可能一個月 有大概20天是在國外 所以 必須要有 對旅遊這方面是有相當高的熱忱 觀光產業 它是國際趨勢 全世界都知道 觀光產業是賺取外匯最主要的來源 所以 其實大家都 上網可以查就會知道 呃 包括 先進國家 包括 歐洲 包括 東北亞 就是日本 跟韓國 那我們舉日本 大家最喜歡去的地方 日本 它現在 就是 少子化 人口老化 所以說 基本上 他們 每年現在 大概有 兩千萬 左右 的 國際觀光客 也就是說 它都是靠這些 國際觀光客 去國內消費 幫他們 刺激整個 國內的經濟 我相信 國內 未來的 重要的政策 還是以 觀光產業為主 基本上 我們 我們觀光系就業的方向 是非常的廣 剛剛 已經稍微有提到 這個 國內未來的趨勢 呃 就是 發展觀光 包括國際也是 那一旦如此的話呢 像國內 的一些 主題樂園 這個也是就業的方向 度假村 休閒農場 這方面 還有 旅行社 旅行社這個也 也是一個 蠻有趣的一個地方 然後 航空業 包括地勤人員 等等 餐飲業 餐飲業就非常的多 因為旅館這一塊 也可以去 因為就我所知 國內現在 旅館業 非常的缺人 因為 目前就是一個 會台政策 所以很多國內的 高階主管 都到大陸去了 所以我覺得 旅館業這一塊 是 呃 未來同學 可以 走的一個方向 高中生的一些課外活動 其實大部分 多參加 對觀光系 其實都是 來觀光系 就讀 其實都是很有幫助 那我這邊 就大概 列舉幾個 第一個像 魯拉拉社 因為魯拉拉社 它基本上就是 安排一些 辦一些 舉辦一些活動 那透過舉辦這些活動 其實你就可以 了解一些 建立一些人際的關係 還有你活動的 辦理活動的一些流 熟悉辦理活動的一些流程 因為這些未來 呃 同學進入觀光 就是 呃 也要會辦活動 那 第二個 呃 大概就是像 我們系 現在有一些同學 就是熱舞社 因為 熱舞社的話 其實可以培養 同學的一些表演的 呃 呃 技能 甚至自信心 那 我們系像有同學 就是 到世界各國去 表演 呃 受邀表演 所以這個 熱舞社也是 不錯 那 另外 也許可以考慮 像有一些是 英語 會話 英文方面的 課 的那種 社團 那 因為有提到嘛 這個 我們觀光 觀光 你未來 假設當領隊 其實 呃 如果你可以帶歐洲團 英文好 你可以帶歐洲團 基本上 呃 其實收入是 非常的高的 那個 年收入 一兩百萬 兩三百萬 那都不是問題 所以這個是一個 呃 可以訓練你 英文的一個 先 呃 先在那邊訓練英文 再到我們這邊 觀光系來 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活動 那 第四個 有一些學校 最近流行 韓文的一些 研究社 那 韓語的這種 研究社呢 其實 呃 我覺得也不錯 因為我們 我們學校 我們 其實 國內在去年 韓國觀光客 突破一百萬人次 那我們學校 每年大概有五十萬人次的 韓國人 會來到 呃 我們真理大學 所以 也許 你 你們在 學習過這些 參加過這些社團之後 來到 呃 我們學校 你就有更多的 機會 可以跟這些人 互動 跟研究 那你每天大家都可以看到好幾千個人 所以 我覺得這個是 呃 以上是 簡單列舉四個 其實還有很多 那我就不多講 以上